一下你玻璃心受不了了 你觉得我们约好了 他们怎么就鸽子我鸽子王 因为很简单 因为他有更重要的人 但是你想一下 我们再来闷心自问 我们来转化一下思考逻辑 就算我在这里鸽子了这么多次 今日晚上八点钟 你仍然守在电视机前屏幕面前 听我直播 什么意思 像不像你对那些妹子 即使他水扰你很多次 即使他在这里叽叽歪歪 说些话你都不爱听 但是他让你出来的时候 你仍然出来了 为什么提供价值 懂我意思吧 没有价值之人 不提供价值之人 就要被有价值和提供价值的人安排 而且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说你如果你不想 这个被我安排 你就来安排我 对不对 加一个小语学章500 直接预定 你说我要报门徒 知道吧 小语学章500 直接说我要报门徒 知道吧 你看一下 我被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时间随便你选 时间地点人物 干啥 随便选 说很多兄弟 你们去撩妹 也不是价值不价值 你们去撩妹也好 为什么我愿意 每天晚上八点钟 还能够来跟大家见面 跟大家聊天 大家在座各位 没有转过一分钱 那为什么 还要愿意来 很简单 不是为了钱 大家彼此有情感连接 彼此大家这么多年了 有感情在 所以说呢 很多时候 女娃平时呢 也跟你见见面 甚至呢 你的一些 不太过分的要求 她都愿意满足 对吧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有情感连接 对吧 需要你们 那么用一个词 用一个字 可以来形容一番 舔狗二字 备胎二字 就是大家都互相当备胎就行了 不提供价值 就当当备胎 因为你可以选择陪伴 懂了吧 把妹也是这样子 说很多兄弟一跑一来 就告诉我说 哎呀 你这个又放鸽子了 哎呀 你这个又怎么样的 我就想问一下 我每天要吃饭啊 兄弟们 如果我是一个妹子 对不对 如果我是一个正妹 我的青春 我的颜值 她是有时间限制的 任何一个正妹 在25岁过后 她肯定 她长得再漂亮 她肯定不敌 18岁的青春无敌 所以说呢 她要在有限的时间里 去找到那个最合适的对象 这种最合适 不是说最有钱或者最帅的 而是最适合她的 她会做一些取舍 我就这样跟你说 任何一个极度优秀的人 她都会有一个极度 让你接受不了的点 这个就是什么 事物的两面性 懂了吧 我举个例子 一个男的又帅 条件又好 那么 她 她的这个致命伤是什么 有可能她没有时间 有可能她选择太多 她没有办法对你那么的温柔体贴 对不对 那么有个男生 他不帅 但是呢 他就有很多时间 对啊 他很多时间 他很用心的对你 有可能她的知名伤 就在于她的条件 没有那么好 所以说呢 其实女人在选择择偶的时候 她没有选择最好的 她选择是最适合的 因为没有最好的 懂不懂 就你们大家 给大家定义的好坏 其实是扯淡的 就这个社会 对男人的定义 有钱 长得帅 就是好吗 不是 知道吧 有钱 长得帅 又专一 又有时间 这种人 那他可能要的 就是跟他一样匹配的 对不对 那他 那这个 他的知名伤是什么 他的知名伤就是你配不上他 他的知名伤就是他眼光过高 他看不上你 是吧 所以说呢 我们任何人 我们一定 要学会一件事情 就是要做出取舍 好吧 包括你这个谈恋爱也好 包括你的工作和生活也好 对吧 你要做出取舍 那么我在前两天 为什么没直播呢 因为我做出了我应有的取舍 我很明白 我应该陪谁 知道吧 就是这么的简单 很多兄弟说 哎呀 那 小语学长啊 这个我们这里四百多个人 六百多个人 八百多个人 一千多个人 我们在等你 学员他一个人 他叠得过我们 八百人 这个就是 男人的可悲之处 这个就是 内心深处 最尴尬的事情 这是为什么 八百个人 敌不过别人一人 为什么 很简单 社会就是如此的现实 所以说呢 换在男女交友中 你会认为 我花了十倍的时间 十倍的心血 十倍的精力 对你这个女娃 你却 喜欢一个 对你爱搭不理之人 我们中间的 付出 相差一千倍 为什么你却不愿意 跟我在一起 你要跟她在一起 对了 就一样的道理 知道吧 这儿说你说 两天不直播 刚开始有饭后 必须的 知道吧 必须的 这兄弟又在这里说 其他的这些 我的曾经的导师 我觉得都很牛逼 所以你们也应该支持一番 对吧 只要不白嫖 就是好兄弟 无论你支持谁 终究都是为这个行业 在添砖加瓦 但是你们不能支持键盘 知道吧 就如果你们支持的是键盘 这个中国这个情感行业没救 中国的情感行业没救 最近呢 我又拍了两集节目 放在了快手上面 涨粉一千的 我觉得非常开心 也是感谢各位新的兄弟来关注 小语学长 情感界的新人一枚 就是我 好吧 当然我经常说的一些话 有些人不爱听 特别是大部分的女孩子 对我讲的 她不屑一顾 知道吧 因为很简单 因为对于女生来说 她想要 在恋爱中有些人啊 当然是有些人 我不是说绝对 她把恋爱 当成了 她人生的踏板 当成了 她 这个 一生的一个踏脚石 一个机遇 特别是一些 好看的女孩子 她把恋爱 她把她的婚姻啊 她当成了 改变她人生的 一种手段 知道吧 那么这种女生 为什么不好 为什么不好 因为她做的一切 仅仅是为了交易 那么有交易 就会有涨跌 她就会轻易的 为了更大的利益 而去抛弃 她原有的东西 但是一个人跟你在一起 她是用的是真心 她不会因为你的物质利益 而改变 而改变 对你的想法 所以说呢 我过了这么多年 我明白了个道理 不能去找这些 把感情当作交易的女子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能保证 你的事业 你现在拥有的一切 你三年过后 五年过后 十年过后 你还曾经拥有 感情是一辈子的 我们不能用一些 我们无法把握的事情 来草率的做决定 很多兄弟 他说你说这个话没有意思 我说这些话非常有意思 这个就是我的亲身经历 什么亲身经历 我们从来曾经没有想到过 现在会变成如此模样 我们在这里讲的任何一句话 只要被那些同行们偷出去 转发出去 洗一下稿 发出视频 就几十万站 但是我在这里说话 没人看 为什么 很简单 这个就是遇到的挫折和困难 我们从来 我们无法想象 在这一行中 我们会遇到一个 非常如此之扯淡之困难 就是我们真的是很有效 但是呢 却不被待见 反而那些打嘴炮 当键盘之人 一直恰翻 时代变化 我从来没有料到 会有这样一天 就是这个世界上居然骗子当道 真正的提供价值的人 居然被靠边站 我从来没料到 但是我已经学会 知道吧 什么 我学会什么 万事皆有可能 所以说呢 你谈恋爱 你千万不要觉得 我现在条件好 我肯定我未来更好 因为你在买股票的时候 看到一只股票涨的时候 你是不可能相信他有一天会跌破盘的 这个就是人性 说你现在你条件再好 你现在你怎么优秀 你觉得女人贪图你的物质 贪图你的条件 你觉得应该 你觉得正常 你觉得我反正有 那么这种心思大可不必 最终会遭受痛苦 好吧 这个兄弟说 我试试辅粮喷雾 辅粮喷雾 OK的 OK的 这个 这位主播 为什么你总是喜欢 第四整容妹 我告诉你 我不是说 我总是第四整容妹 而是 80%的整容妹 他都并不是 自己瞅得来不行的 想要 把编好看点 我告诉你 80%的整容妹 他是明白 甚至是有些整容机构在宣导 这样子价值观 就是你比较好看的就会有钱 就是你编好看的幸福就来了 就是你不断努力工作 你不用招就玩武 只要你整个容 你一切你的物质 你的浮华生活就过来 所以说呢 很多整容妹 我第一次的原因 不在于她整容 而是在于她整容的目的 你懂我意思吧 我周围的 我发现 去做内骨鼻的女生 80% 90% 都有问题 昨天吃火锅 又遇到一个内骨鼻选手 一看就是整容脸 为什么呢 价值观有问题 知道吧 所以说呢 我认为我并不是对整容的女生 有看法 而是我遇到的整容的女生 80% 都有极大问题 那你想象一个女孩子 她20多岁 也没什么钱 她要花一个4万块 还要在床上躺 这个躺半个月 是为什么 就算她 之前并没有想到 我通过整容 我能够获得什么东西 但是 当她 尝试了一番整容过后 她会上瘾 因为愿意给她转账的男人变多了 因为愿意约她出来的男人变多了 于是这些女生先从 可能是割双眼皮做起 发现割完双眼皮过后 确实男生约她多了 甚至甜狗也来了 她尝到了甜头 开始打一针 打完一针过后 这些整形医院 一忽悠她 知道吧 因为整形医院要恰饭 就要告诉她 她的成功案例 某某女生 之前怎么样 现在整完容 只花4万块 但是找了个老公 对吧 买了套房子 买了辆车 如果我是整形医院 我也会讲这种案例 懂不懂 因为我要恰饭 有可能这些案例是真的 90%这些案例都是真的 知道吧 但是她没有说的是 这个老板转了她20万 转了买了一套房 一套车 但这个老板可能结了婚 还有三个娃 就她只宣导了人民币 但是没有宣导爱情 没有宣导真正的幸福生活 她没有 懂我意思吧 但是女人她一听 她脑袋是单边的 一拍脑袋一看 20万一辆车 这个生意划算 知道吧 但是她忘了一件事情 你得失去什么东西 对不对 那对于很多女人来说 她想失去也没人要 知道吧 就我给大家讲个笑话 这个 有一帮匪徒 去这个 抢银行 一个营业员 就吓得很 匪徒举着枪说 双手 抱头 都给我趴下 结果这个女生 就趴着敲着屁股 知道吧 这个时候直接这个匪徒 就一枪托打到她头上 说你搞清楚点 这位小姐 我们是劫财 我们不劫色 知道吧 你敲个屁股什么意思 为什么 就是很多人 很多女生 她想要 通过外贸 来换取利益 她不得 懂我的意思吧 就我们大多数的人 正常人 都认为什么呢 我们应该有道德底线 我们应该 有这种 就是 人性的最根本 有原则 但是你 不知道有一些人 他为了这个生活 为了 过得更好 为了朋友的羡慕 为了活出个人样 她可以没有底线 她也可以没有道德 但是这种女生呢 她却没有颜值 就崩溃了 她想要 靠这个颜值上位 而不得 你知道这些人 好不悲剧吗 但是现在很多这种机构 给了这帮人 这个机会 所以说呢 她觉得自己 机会来了 我朋友圈 有整种机构的女老板 发的内容 跟我讲的差不多 你肯定 这个我都是亲身经历 这些都是事实说话 没有在这里无稽之谈 你知道吧 所以说呢 很多女生 她是受了这样子的一些 框片过后 那么去贷了款 然后呢 去整了种 她本来她不还钱 她也没有这些 债务压力 所以说呢 男生喜不喜欢她 给她转不转账 她也无所谓了 但是当一个女孩子 背上了债务压力过后 她对待感情的本质 就有些许变化 因为她还有债务要还 你懂我意思吧 她就可能没有这么顺粹了 所以说呢 我不建议大家 去找这种整容面 尤其是做过鼻子的 做鼻子 我觉得是一个 整容面中间的分水岭 什么意思 做鼻子之前 我认为一个女生 她还有基本的底线和原则 当她做完鼻子过后 整个人就会变了 为什么 因为鼻子 实际上第一个呢 她是最贵的 第二个呢 是最痛的 第三个呢 是躺得最久的 第四个呢 是对你的颜值改变最大的 知道吧 所以说呢 当她开始动鼻子的时候 她有可能就会换脸了 当她的脸一换了过后 她可能这些物质就来了 那么你们知道 最终的原因 并不是因为女人变物质了 最终的原因是因为男人太傻逼 我们不要去把所有的这些包袱 放在女人身上 我就想告诉大家 如果大家都像我一样 不需要转账 也不需要送礼物 就可以谈到恋爱 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人去给女生送礼物和转账了 那女孩子谈恋爱自然就不会去看礼物和转账 但是就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男子 不知道怎么和女生相处 他认为只有靠送礼物 转账 当舔狗 他才能拥有爱情 所以这市场费这帮傻叉搞坏了 知道吧 这兄弟说我啥时候 点拼 朋友钱 你要看猪八戒 你看猪八戒 你关注猪八戒就行了 我是小雨学长 猪八戒现在多少粉丝吗 为什么女生不主动联系你猪八戒来了 看一下 猪八戒188个粉丝 你让猪八戒去直播 你单怕是开 你说哪个儿户有什么意思 我就想问一下 这个我们继续来讲 兄弟们 如果你想要点评你的朋友圈 或者点评你的照片 你可以把你的照片 发给小雨学长500 或者是说发到群里面 我来一个一个点评 但凡你会拍点照 会装个逼 你就不用转账和给钱了 知道吧 卧槽什么声音 什么声音 这什么情况 说我意思吧 啊 好了 卧槽 怎么回事 等一下 我先把这块手连线 这干嘛 这个线有问题吗 感觉有些有问题 虽然说你说 有妹子整天不睡觉 天天看有设计品 买买买 但是也不像做那种生意的 是这样子的 其实他们就是做那种生意的 只是变相而已 就那种生意呢 有几种做法 一种事呢 人人都可以花钱来 一种事呢 只对有钱人开放 知道吧 所以说呢 其实 很多兄弟呢 他认为 这些女的不是做那种生意 卧槽 等一下 我砍了吗 我没砍 好了 卧槽 怎么回事 这个 带有什么问题 可以问一下 你聋了是吧 我也聋了 我也聋了 兄弟们 这个杂音已经砸得我不行了 好吧 这位兄弟说 最近有没有那种有趣不一样的女生 没有 最近呢 我告诉大家 并没有任何的 有趣或者不一样的女孩子 陆平的 陆平的 最近的女生 没有去接触 但是昨天 我遇到个女生 刷新了我的三观 要不要听一下 我遇到个什么样的女生 好吧 要听一下的话 我们 扣一个一 再说你说 朋友圈发什么 怎么做 这个我也可以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我觉得这个社会 它出了问题 知道吧 为什么出了问题呢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一个女生 在朋友圈 衣服穿的很少 然后呢 要么就录一下上半身 要么就录一下腿 今年又特别流行 穿这种黑丝啊 这种网袜 高纹鞋 什么 如果一个女孩子 在她的朋友圈 天天就露胸露腿 穿这种性感服饰 你觉得这个女生 熟不熟 众弟们 你说一下 熟不熟 非常熟 对不对 你觉得非常熟气 但是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这种女生你喜不喜欢 再做各位 诚实的回答我 作为一个正常男子 我就问你 你觉得这些女生熟气 但是你喜不喜欢 她出来跟你见面 你要不要见面 对不对 我就告诉你 我肯定要见面 知道吧 我觉得她非常熟 熟不可耐 但是呢 爱了 知道吧 所以说呢 兄弟们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人性 那么我再来 换一个位置思考 有一些男人 你们在座各位 你们会发现一些男人 在朋友圈 录车标 秀架子 五星期酒店 全世界各地打卡 熟不熟 熟不可耐 特别是录奔驰 今天又是法拉利 明天南波基尼 后天本特利 一直车标 路来路去 熟不熟 我告诉你 任何一个人都会说 这种男的非常熟 非常傻 但是我告诉你 只要他去约女生 女生跑得飞快 一样的道理 就是他约的这些女生 出来了 都会跟他说 你朋友圈太熟悉了 但他就忘了个问题 说你朋友圈这么熟悉 为何出来 就人性 这个就是人性 你懂我的意思 所以说呢 你先不要跟我说 什么长久相处 不长久相处 你出都不出来 你怎么长久相处 你连短期相处都没有 你连见面机会都没有 那反而一个女生 看到你这么熟 嘴上说不要 身体很诚实 跟你出来了 出来见面 你的谈吐 你的这些东西 你却很优雅 马上爱了 懂我的意思吧 就像我举个例子 今天这个女生 她腿啊 这些东西啊 全部露在外面 跟你见面的时候 她又有趣 又好玩 人也不错 关键是这个东西 还露在外面 你会不会喜欢 你喜欢的不要不要的 你马上会做一件事情 在群里面 把这个女生照片发出来 你说我今天跟这个女生约会 太棒了 马上下一句就是说 小雨学长 我该如何如何拿下 对不对 是不是有道理 所以说呢 你千万不要觉得 这俗气 很多人呢 都觉得这个熟悉了 那个熟悉了 这个不愿意发 不愿意发借口 知道吧 当你真正的了解了人性 你就会明白 知道吧 卧槽 我说这个连线投屏 他们出问题了 卧槽 这个不行了 我要换 我要换条线 所以说女人也是这样子 所以说那女人也是这样子 知道吧 我再来试一下 卧槽他妈的 这个不行了 今天为什么我的这个连线投屏连线不了了 出了问题 好了 是不是该走了 我不走 我走哪里去 我没有地方可以走 我告诉大家 这个直播间就是我的家 我就死皮赖的赖在这里 我不会去任何地方 也不会离去 那么我告诉大家 真实的故事 我这几天我反思 我非常真实的故事 前两天去到八五七 因为我来了一个线下兄弟 角质你也可以听一下真实故事 知道吧 然后呢 我这个朋友圈啥都没有 我朋友圈啥都没有 旁边呢 就是我们的线下导师 当然线下导师的这些照片呢 拍的很不错 是吧 拍的人模人样 毕竟都是跟我学习的 问题就来了 这个女子看到我了过后 反应还不错 但是我们线下导师一来 这个女生反应更好 什么意思 这个女生觉得我们的线下导师的吸引力 的魅力远远大于我 但是兄弟们你们觉得 如果我们用男人的眼光 你们觉得是他们牛逼还是我牛逼 是他们靠谱还是我靠谱 是谁的价值高 对不对 但是女娃把我抛下 跟线下导师 是吧 愉快玩耍 那当时我就觉得 这个世界有了问题 当然也是因为我们去玩是八五七女子 有可能是一种震惊女子 她可能会对我感兴趣 因为我朋友圈都是卡丁车 很正能量 我朋友圈打开 每天卡丁车 每天都是记录自己的真实生活 但是我的 我们的线下导师的朋友圈 一打开都是浮华生活 饺子天天骂我 说我发的这些浮华生活 引起了很多同行的不舒适 觉得我天天在过好日子 她说你没有这个艰苦奋斗 我就很好奇 有些时候我发这些东西 并不是我要给男人看的 而是给女人看的 于是呢 现在饺子连个定位都不让我发了 我之前呢 吃了一个大闸蟹 然后呢 随手安排了一个我家定位 饺子一分钟过后 马上来给我点评一番 说定位露出来了 知道吧 于是呢 我赶紧就把这个朋友圈隐藏了 然后饺子说了一句话 靠谱 知道吧 就这件事情呢 其实呢 我觉得影响了我 卧槽 这个怎么回事啊 今天 投屏失败怎么回事 等一下 等一下 卧槽 怎么回事啊 算了今天投屏不了了 是吧 好了 那么 我就当时就很崩溃 对吧 尤其是最近 我去这个八五七呢 认识了很多女孩子 我去添加她们微信过后 去发现跟她们聊天 都聊不动 你妈的 我发一个出来玩耍 她说到时候再说 我说要不出来喝酒 她说已经在喝了 就宛若把我当成了一个傻子 宛若把我当成了一个傻子 我当时就很崩溃 对吧 然后呢 上次呢 终于有人呢 愿意搭理我一番 我就给她邀约出来了 邀约出来过后 居然在那里叽叽歪歪 为什么呢 她以为我是那种他妈直男 就天天看我在这里开赛车 觉得我是那种他妈的没有妹子的直男 我朋友圈从来都没有妹子 没有那种浮华生活 这女人见到我以为我是那种直男 就是那种金主 就是傻 傻有钱 傻有钱 把脑子气死了 知道吧 长得又很朴实无华 高傲得很 还捉 我当时我真的是肺都气炸了 知道吧 那一瞬间我非常想把 这些东西给安排上 但是也想算了 知道吧 我说这个东西并不是为了说 我怎么样把妹退步了 或者说女生不喜欢的 我只是想告诉大家 你妈这个社会就是这个傻屁样子 知道吧 你不能怪我在这里搞来搞去 就很多兄弟很多东西 他天天喷天天骂 知道吧 说我们又拍这个了拍那个了 你妈的不拍 你妈每人要啊 不拍只能当舔狗 你妈的 知道吧 我拍的也是我真实生活 我适当包装而已 就像女生也是一样的 为什么拍照要用美颜相机 为什么要化妆 为什么要穿你妈很少的衣服 还不是都不想当舔狗 还不是想要吸引对方 吸引异性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我朋友圈发这些东西都是只要不做假即可 你管你妈的怎么样 我举个例子 你朋友圈 你看你发一辆豪车 你站在豪车旁边 如果女人觉得这个你在做假 我单法觉得这个老子是有问题的 就很多人他在这里指责说 你在这里拍豪车照片是有问题 你妈只要你不配文说这辆车是我自己的就没有问题 因为很简单 因为每天这个女生去利斯卡尔顿喝下午茶 难道他妈利斯卡尔顿也是他家开的吗 对不对 我经常看到他妈的朋友圈发方向盘的女人 这个时候呢我就去问 我说哎车友 知道吧 结果他不说话 他也不承认也不否认 那你什么意思呢 对不对 你一个女人在 比如说很简单 一个男的在他朋友圈里面发了一张法拉利 他又没有说这个车是他的 你因为法拉利而跟他出来 你不能他妈的怪他骗你 而怪你自己他妈物质和肤体 你为什么看到法拉利就出来了 你也不看一下他的人品三观 你不跟他多聊两句 对不对 你自己他妈老子有问题 现在你出来了发现车不是他的 你又骂他是傻逼 那我想问一下 很多时候女生 穿这种魔术胸罩 看起来卧照 不要不要的 打开一看 跟我的差不多大 你骂这个时候我怎么办 对不对 我能不能怪女人他妈欺骗 那就这些这些卖魔术胸罩的公司 全给我他妈疯了 你欺骗男人知道吧 那女生穿高跟鞋 这些高跟鞋公司他妈全部给我疯了 你欺骗男人 女人只有他妈一米六 高跟鞋穿起来一米七 那骗我 对不对 主要是还看你个人 对吧 所以说呢 很多时候这些女娃 她是以自己犯二 来寻找他妈的一种解脱和借口 她自己她物质 她物质呢 她又傻 她分不清哪些男的是真有钱 哪些男的是假有钱 她自己要他妈出问题 对不对 当然骗子肯定我们是要指责的 但是如果一个男生 他拍了一张照 坐在豪车上面 他没有说豪车是他的 他也没有在这里秀 秀他的车钥匙 秀他的这个 这个购车发票 他的这个机动车登记证书 他只要没有去做假 我认为是合理的 就像女生你去 你去这个游泳池 你去游泳一样 难道游泳池也是你的吗 对不对 所以说呢 这种价值观很奇怪 特别是一些新闻报道 报道 我们带这些兄弟们去拍下午茶 觉得我们是在冒充高富帅 我就想问一下 一个女人 你通过照片来分辨男人 你不通过聊天来分辨男人 那是女人的问题 还是男人的问题 对不对 我们从小到大被教育什么呢 要学会分辨 分清 事实真相 分清 认清 是非对错 你他妈一张照片就已经花里胡哨 说明你老子是有 是不清醒的 你对这个事物 事物对错 你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分辨 知道吧 我想问一下 那为什么我 没有被骗过呢 对不对 这个世界上这么多骗子 张佩一骗不骗 厉不厉害 知道吧 进去了八年 对不对 对待骗子 你有他妈的法律手段 你直接干他进去 你没有必要去他妈在那里喷别人 对吧 如果你面对了骗子 你应该叫警察去解决问题 对不对 你何必在这里 骑骑歪歪呢 这个是他妈现在的现象 知道吧 男女交友 现在这个社会 就是这个情况 我们叫做什么呢 私宜长寂 以至宜 这帮他妈的渣男 天天在这里安排 这些拍照拍的花里胡哨 妹子都跟他们跑了 一个二个甜言蜜语 反而兄弟们在这里努力工作 踏踏实实对待女生 女生他妈爱搭不理 那是不是应该他妈的 事宜长寂以至宜 这些渣男的手段 你他妈都会 你还一心一意 这个他妈正确知道 知道吧 你打不过别人 你连骗子都干不过 你怎么给女人幸福 对不对 天天就在那里说 我们叫渣男了 叫那个了 对吧 我想问一下 真正的牛逼的人是什么 老子比渣男还会撩 但是我比渣男 一心一意 懂我的意思吧 这个兄弟说 我准备重新实战 不存在实战二支 因为你一提实战 马上就叽叽 知道吧 我们现在讲 就比较不要说实战 因为实战 他有一些 不尊重对方的意味在 懂吧 我们要尊重女生 我们要尊重女生 我们教大家 学会这些方式 并不是为了去伤害别人 你看一下 我有伤害过任何女孩子吗 十年了 兄弟们 十年了 进入这个行业 十年了 有没有女人在微博上圈我 骂我是渣男 跪圈揭秘 一天 每天都要揭秘一堆 这个什么 北上广深 江泽户 渣男 你有看过我上榜吗 知道吧 有没有女人去投稿 说我遇到个渣男 叫王某 王某宇 从来没有 知道吧 我认识的女人 比这些 投稿之人 起码多一百倍 认识的 如果我是渣男的话 我被他们投入到柜圈揭秘的概率 比他们高一百倍 但是十年 从来没有任何人在这里骂我是渣男 知道吧 也没人揭秘 很多女的喜欢来说 哎呀 这个人 成都渣男 他嘴上说一说证据呢 点开手机全是他跪舔我的信息 在他嘴里就变成了我是渣男 他永远只敢嘴炮一番 你敢不敢去投稿 你把你的这个投稿一点开 知道吧 你不占理 你也没有理 一点开就是你跪舔的 这个副嘴脸在这里摆着 跪在地上 知道吧 你在那里说我是渣男 知道吧 你在这里 这个要求我去钉一环卡 做位置 你敢不敢把这种聊天记录发出来 还被我骂一顿 你敢不敢发 你不敢发 知道吧 所以你只能嘴里骂一句 他是渣男 你只能嘴上说说而已 让你去追跪圈揭秘 提供证据 有图有真相的时候 你傻眼了 你聊天记录点开 全都是你自己2B的样子 对不对 你看一下 我出去 我看不到这个视频 知道吧 这兄弟说 被欺骗的女孩 都是那种自身建设 不够那些网红人 还不会 才不会被技巧套路 划处给撩 是这样子 兄弟 你知道很多女的 她为什么被骗 就是这个世界上 我们不用说女的 为什么被骗 为什么很多男的 她会被这些诈骗公司 她会被这些所欺骗 当然 欺骗人肯定不对 这些必须得法律严惩 但是我们这里谈一谈 为什么有人容易被骗 很简单 第一个傻 对不对 你看有人 这个聪明人被骗吗 有 但是聪明人被骗一次 他就知道了 他说这个东西不行 对吧 学就吃一切 长一智 就我举个例子 人的成长总会在痛苦 伤痛中磨腻 你的心才会越来越坚定 对吧 你小时候学走路 你也会摔跤 这个是人性 人之常情 没有一帆风顺 没有什么好好世界 大家就夜不到 你晚上睡觉还要关门呢 对不对 说明这世界上是有坏人 那你在人生在世几十年 你首先得学会一件事情 就是保护自己 保护自己不受伤害 你如果学不会保护自己 就算骗子不骗你 你也会在另外的地方 受到教训 因为你成长 动物世界就是如此的凶狠 但是呢 傻不是最重要的 人被骗 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贪 是贪 我被骗过一次 我怎么被骗的 我去街头向旗 看到这个人在那里走旗 只要走对了 把他赢了 我压一百块 他赔我五百 这个棋局看起来很容易赢 旁边还有个人在假装走 说这两步就可以吃掉他 我当时没有一百块钱 我那时候一个月 工资才二千四百块钱 我拿了五十块钱 我给他 我走了两步就输了 五十块就没了 那一刻 我知道我被骗了 这是我唯一的 唯二的 被骗经历 知道吧 为什么呢 因为我贪心啊 我想用五十块去换 这个十倍啊 五百啊 二百五十块啊 我如果我不想发这种横财 我不想行这种大运 我会被骗吗 我不会被骗 我再告诉大家 我这么多年约女生 有没有约到过酒托 我肯定约到过酒托 但是你们看过我被酒托骗吗 没有 有一次我约一个女孩子 聊了几句 她就约我出来 出来就在那里见面 我就说走 我们去吃东西 她不愿意去 她非要把我往一个咖啡厅饮 我觉得有问题 我说为什么 我说就梁牧原吧 也是咖啡厅 她说不行 她说梁牧原 属人多 我说那你滚她 我不贪恋她任何的东西 大家出来玩就平等相处 你给我搞花里胡哨 你在那叽叽歪歪 在那桌 再见 我不贪恋你的颜值 我也不贪恋你的美色 所以说呢 我很正气凛然的告诉你 滚 知道吧 大家出来平等交流 你看一下 为什么 很多人被酒托骗 当然酒托骗人 肯定是不对的 但是法律会严惩他们 我们今天只讨论 为什么有些男人被酒托骗 因为女人跟他说了一句 说今天我失恋了 心情不好 你朋友我喝醉吧 喝酒吧 喝醉了 你想怎样就怎样 当一个男人 听到女人说了四个字 你想怎样就怎样的时候 他上头了 他开始贪恋起 这个女人的美色 他开始一赢 当晚的幸福生活 他不被骗 谁被骗 还不是因为贪心 还不是因为 想要 去获取 占别人便宜 知道吧 但是我每听到女生说 我喝醉了 你想什么样都可以 我就 打起很多警惕 为什么呢 因为你如此之随便 就算你不是在骗我 你可能身体上 也可能会带有某些疾病 我跑得只快 男人做一件事情 第一不白嫖 第二呢 不吃接来之食 送到嘴边的肉 从来不吃 鱼为什么会上钩 因为一个蚯蚓放在面前 活蹦乱跳 他却不跑 这用什么 接来之食 你去咬就上钩 当一个男人拎得清 我的一切 无论是经济条件 物质 还是我的爱情 我要通过我自己的努力 去获取 我不要接来之食 我不吃白得午餐 当一个男人 你只要明白这个东西的时候 无论是在事业上 在感情上 你肯定不会被骗 除非你是遇到了真正的骗子 就是他是以这种行骗 他为什么呢 他为他的这个工作的 那这种人自有法律来收拾他 你被骗不是因为你笨 也不是被你傻 因为你遇错了人 就比如说举个例子 你认识个朋友 跟你相处 聊得很好 有一天找你借一签 借了过后不还你 这个肯定不是因为你傻 这个肯定不是因为你贪心 这个就是你确实是被人骗 像这种骗子 你就远离 知道吧 就君子不利 威强之下 我告诉大家 我的车队 就有一个这样的人 找你借钱 卡在你的心理价位 找你借800块 崩溃了吧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我们去开卡临车 一下午 你花个800亿千的轻轻松松 他就找你借800块 说这个时候好像 最近有点手头有点紧 借不借 我没借 但是我听到 车队其他人借给他过后 他说能不能再转2000 你就一干就干2800 知道吧 要不回来 这是问题所在 所以说呢 为了防止这种事情 君子不利威强之下 我从来不借钱 50块都不借 为什么呢 因为很简单 我设立了一个底线 就是不要跟穷人做朋友 不要跟穷逼远离穷逼 他为什么穷 他肯定是有原因的 要么不努力 要么笨 要么 这个 就没有原因了 是吧 那一个人不努力 他又笨 这种人不要做朋友 你得上进一点 你得聪明一点 所以说呢 很多时候你觉得嫌弃穷人 好像是觉得你这个人 怎么势利而 并不是 就是远离灾害 君子不利 威强之下 就穷逼 他之所以穷 他无非就两个原因 要么懒 要么笨 对吧 他有钱 有各有各的原因 有可能他机遇好 有可能他真的努力 有可能他很聪明 对吧 但是穷逼他只有两个原因 要么就笨 要么就不努力 现在中国机会这么多 你只要努力 比如说你就是送个外卖 一个月赚七八千 很正常 一个月你赚七八千 你手里 你不要去赌 不要去乱搞 不要去随手大手打脚 你会找我借八百块吗 你不会 你会找我借五十块吗 你不会 所以说你用这种很简单的道理 你一下就可以筛选出来 谁是 不是靠谱之人 对 主要是人品 还有人品 一个是笨 一个是不努力 还有就是人品差 人品差别人不愿意帮你 知道吗 所以说你会穷 这个兄弟说 这个 说这个 这么精 说我精 大可不必 知道吧 我就给大家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之前 来了个门徒 这个门徒是谁 我不点名的 他花八千块钱 找我学四个小时 我为了感谢他 我这个 请他喝酒 花了一万二 还送了一件T恤给他 虽然不贵 但是 心意在 那个是我从韩国买回来T恤 我觉得我很喜欢 但是 他说他没有T恤穿了 我说我就借给你 第二天 他说他直接还给我 你想一下 他去喝了酒 他去喝了酒 他不洗 他直接还给我 我直接说三个字 我说送你了 然后本来第二天 我准备去给他总结的 就发现他去玩 有很多的问题暴露出来 我没去了 是吧 因为 就是这样 就这种情况 一件短袖 一百块钱 识别一个人 而且这个人后面 我再也没联系了 对吧 虽然说你给了我八千块 但我也交了你东西 八千块交你四个小时 我们都已经规定 约定俗成 但是多的都没了 其实能够这样子信任我们的 尤其是现在这个阶段 能够这样信任我们的 能够提供价值的 我都是很愿意当朋友的 我觉得滴水之恩 涌泉相报 我也涌泉相报了 但是确实他妈的懂不起 那么这种人最好是远离 因为你再跟他搞下去 可能他还会出 做出更恶劣的事情 大家关系就搞坏了 后面他就邀请我去玩 怎么样 再也不去 再也不去 这个是真的 我告诉大家 很多人 他来到我们这里学习恋爱 你后面发现 他其实并不是 他不会恋爱 而是他妈的这些人 做人有几大问题 就女人不找他谈恋爱 你妈是对的 就他这种人 就应该活该单身 知道吧 我在这里不是说 我不是说在座各位 知道吧 我没有这种意思 但是很多人 他谈不到恋爱 他是大自然的选择结果 达尔文进化论之 优胜劣态 他就是被大自然选胜下的 你再在这里听 我十年直播都没用 你不能违背人性 兄弟 知道吧 很多人他自己做人不行 这个坑爹 他以为来这里 听听我的直播 来学几个套路 学几个技巧 学如何拍拍展示面 骗骗女孩子 他就可以 我告诉你 这种真的 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你真的要脱单 还是要一步一趋的 对吧 脚踏实地的 慢慢开始 你不能想到在这里 去坐顺风车 我告诉大家 一个真实的逻辑 我前天带的这个兄弟 他是荣城线下的 他是荣城线下的 他有一天呢 他就上来就找到我 就跟我聊了一会儿 当场我就觉得 这兄弟愿意提供价值 他交了9800块钱 学业中生线下 就是这一期的 我觉得兄弟提供价值 我就这样子问了他 其实是个测试 我说如果你觉得 有必要的话 你可以安排一局 就是星期六 对吧 我带你去个夜场 那么星期六去夜场 要多少钱呢 5000块 5000块 那么这兄弟呢 话都没说 直接转了5000块给我 但是荣城计划的 其他的兄弟 包括我们之前遇到这些 你不用让他转5000块了 他转20块钱都费劲 知道吧 于是呢 我就马上5000块钱当到他面 我就去定了一个位置 5000块钱全转给别人的 那我告诉大家 结果 我花了多少钱 首先呢 我陪他去买衣服的时候 我自己也去买了一套衣服 也是做了一个头发 头发是白嫖的 衣服花我800 因为我带他去857 关键是我买了衣服还丢了 知道吧 800 去到夜场 5000块9根本不够 知道吧 因为是周末 让营销 这营销单是我的人情 送了2000的酒 我自己还掏了1200块钱买饮料 我这就用了2000块了 还不算营销用的 第二天 这个请他吃顿饭 花了1000多 所以说呢 他花5000块钱 盯了一个位置 看似 他是花了5000块 但其实我不仅教他 怎么去谈恋爱 不仅指导他 我自己还花3000 我已经这么穷了 我还花3000 而且这钱呢 今天又寄到账上 脚子又骂我 说你带一个学员 还要花3000 知道吧 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人 提供价值 知道吧 然后这个兄弟 就是因为这么提供价值 人品过硬 那天我陪他去买衣服的时候 在路边 群光广场 门口 我说这女孩子不错 于是呢 他就去搭了一下 后面呢 就和这女生在一起 知道吧 02年的 艺术院校学跳舞 就在一起 说你看 他 他能够把妹之人 能够有女人喜欢之人 他一定是愿意提供价值 是吧 就他做事爽快 有些兄弟 他去让他去A一个卡 让他给600块 他还要在这里闹 知道吧 我就搞不明白 有可能你花600块 我来回打车 加上我自己去给你买饮料 买棒棒糖送给在座各位卡座女孩 我可能晚上用800 我作为你们的老师 我花的钱还比你们多 什么意思 我今天带你出去和女孩认识 我还要花的钱比你多 什么意思 对不对 我从来都没说过 但这帮人他妈的就觉得我要了他们钱了 所以说呢 很多时候 融成计划这帮人 我是不去的 因为他教9800来学7天的人 基本上他的这层次 对吧 我们都明白 有什么好说的 对吧 但是 这一次2021年1月1日 融成7天 我全参加 小宇学长500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因为这帮兄弟 他也需要你帮助 我们就不要去搞这些花里胡哨 就搭搭散 聊聊天 低成本 就9800的成本 就让你学会 找到谈恋爱 在这里 小宇学长500 好来了 小天K来了 学费不包含吗 厉害了 知道吧 你是不是还要包含机票 还要包含住宿 还要包含你吃饭 拉屎 对吧 甚至有女孩子喜欢你 你要去买一个condon 也需要我学费包含 如果是这样 我觉得你大可不必 再来 因为这种人 你一辈子脱表单 知道吧 老是想他妈占便宜 你给我来一个学费 不包含吗 好像 说的我做错了一样 你出去喝酒 你妈酒是你自己喝了 我凭什么要包含 我想问一下 你交的是学费 我有说过 学费 还是 所有费用 对吧 学费就是你来学习的费用 学费和酒钱 路费 住宿费 这个差旅费 你妈不是一件事情 学费 就是学费 对啊 这兄弟说 我变了 知道吧 我并没有变 还是那个我 这个兄弟说什么呢 说 这个内部课程还是外部课的 小宇学长 今天讲的吗 今天讲的是直播 外部课程 你加一下小宇学长500 这一次2021年的1月1日 元旦节 新的开始 我来7天 全程参加 知道吧 相当于也是让你们占便宜 9800百嫖 8万8 很多兄弟说 这个去一趟融成得2万最少 我想问一下 在当今世界2万能干嘛 你能买辆车 买个房子 还是怎么样 你花2万 如果能够找到你一辈子的幸福 你自己觉得是赚了还是亏了 你还有一段7天的 在成都的一种人生经历 你怎么算 怎么算 这个东西都很划算 但是呢 如果你觉得2万块钱 对于你来说 这件事情并不划算 只能说明一件事情 就是有可能你的 你的本身 你的这种价值太低了 你没法脱单 你觉得2万块这样子 你都不划算 你还问我 这个学费包不包含酒费 如果你是这种想法 有可能 你真的是学不会 教会了你 什么都告诉你 你仍然单身 因为你这种价值观 在当下 这种你可能就没办法 女孩子可以为了变好看 去搞个鼻子花4万多 还要去反攻 还要去割肋骨 还要在床上躺一个月 他愿意花4万 就为了搞一个假鼻子在这里 你现在花2万块钱 9800块钱学费 你不需要在床上躺一个月 你也不需要把肋骨搞搞断 你也不需要在这里搞花里胡哨 你来成都好吃好玩好 这个朋友交起来 你就可以脱单 你给我说一句什么呢 说一句不划算 那我大可不必 知道吧 这位兄弟说夜场脱单 你的概念有问题 是这样子兄弟 我的概念有没有问题 你无法点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如果你能够在夜场都可以脱单 那你白天你简直是就 就我这样告诉你 你NBA你可以成为球星 你去你们这个子弟校 跟小学生打篮球 你觉得你会不会取得胜利 你在这种夜场 扎女聚集地 你都可以游刃有余 什么样的女生都骗不到你 她一句话 屁股一翘 你知道她拉屎拉尿 你都可以读懂这帮女人的心 你找一个不爱去夜场 老老实实工作的女生 你不是有如神助 说很多人他脑子 你妈出极大问题了 我们让你去夜场 是你妈的去找真爱的吗 对不对 我让你去NBA打球的 我让你去NBA打球 不是让你成为NBA球星 因为你不配 而是让你回来打个CBA 你能够不要坐冷板凳即可 或者是说成为一个篮球球员 有一顿饭吃就可以了 你懂我意思吧 很多兄弟老子出极大问题 兄弟说 这个我发现自己也是情仓很低 受药职员很低 对 对吧 很多时候你要去打开 打开自己 我就这样告诉你们 很多兄弟他来到成都 他经过了一番这种七天的魔力过后 他回到他的这个城市 他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曾经他认为是女神的女孩子 现在不值一提 就原来看到这个女神说话都要发抖 打信息都要深思熟虑 现在女神朋友圈点开一看 什么情况 知道吧 直接就爱搭不理 这个是改变 你去到了NBA打完球 并没有让你成为NBA球星 而是让你的篮球水平 有一个极大飞跃 那飞跃成什么地步 是根据你的自身条件 以及你的基础决定的 这个兄弟说 那么问你短期建立关系OK 长期怎么办 是这样子 你不要在这里问我这些问题 因为你智商有问题 知道吧 我们去到的夜场 我们没有让你去搞这些短期关系 或者说怎么样 那是你自己上头了 知道吧 你自己作为男人 你控制不住自己欲望 你自己在那里想 还有人问我说怎么样 对吧 你自己 你老子里想的什么东西 你自己不知道吗 对不对 我们明明是过去教你 这个和女生相处的 看好好来观察我 我是怎么样去跟他们相处 谈恋爱的 不是谈恋爱 是跟他们去聊天的 吸引他们 我怎么做的 你看到这些女生穿的这么少 对吧 身材录在外面 你就试了字 你最后上了头 你要想要跟别人快乐玩耍一番 然后你现在问我说长期怎么办 你单怕老子出了问题 知道吧 这兄弟说 直播可不可以唱首歌 让我为你刷个跑车 这个先不用唱歌 好吧 现在我们先把这个事情搞明白 我举个例子吧 这个兄弟 对吧 长期恋爱 长期和女人相处 它是一个很长久的过程 就是我们只能教你 怎么吸引女孩子 让她愿意跟你在一起 但是如果你自己人坑爹 你是个骗子 或者说一个怎么样 你长期你自己不行 那不是我教的会你的 你懂我意思吧 所以我很少去让你挽回 就是在于此 一个女孩子愿意跟你在一起 跟你相处过后 了解你的过后 她又要跟你分开 说明她已经做出了她的选择 感情本身就是这样子 你在这里跟我说长期怎么办 只能说你他妈人有问题 按道理说 一个正能量的少年 像我们在座各位兄弟一样 你们只是酒香 但是怕相子生 你人很不错 你很上进 你对人对事 很靠谱 但是因为你的第一印象 或者说你的和女生相处 你不懂得一些细节 女生可能一开始不喜欢你 我们可以把你这些东西 给规避掉 女生呢 她一来不喜欢你 她变得来 一来有点对你有好感 加上你本来人就靠谱 你又努力又上进 她跟你在一起过后 发现你找对了人 自然愿意跟你好好谈恋爱 谈下去 说长期不用让我教 你的做人做事 你的做人就是你的长期的核心 你问我长期怎么办 只能说你他妈做人有问题 我只教你怎么谈恋爱 我不教你怎么做人 你懂我意思吗 大多数的问题在于什么 在于自己很优秀 但是别人不知道 比如像我这种 条件很不错 人也很聪明 然后长到也还过得去 对待女生也愿意提供价值 但是我的朋友圈 天天发卡丁车 给了一种很无趣的形象 像我这种男人 可以通过我们的办法 所拯救 但是你本来就是到这个草包一枚 你想靠我们方法给你包装成 这种 哦 很炫酷 你大可不必 知道吧 很多的老子你妈是有问题的 他本身你妈草包一枚 他想要来通过这个东西 给他来花里胡哨搞一堆 对不对 这个你不可 大可不必来 你自己不是草包 你自己对未来 对人生 你是有计划 有规划的 你努力也上进 平时工作也过得去 你愿意和朋友 和男生做朋友 大家都很喜欢你 但是唯独女孩子 你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 因为你没学过 这种兄弟 你可以过来 知道吧 你可以加一个小语学长500 前来我们这里 但是你要来搞花里胡哨 你大可不必来 知道吧 对吧 像张石书就是 对不对 他有社交恐惧症 内心没有安全感 这种可以解决 对吧 但是你人不行 我没法解决 还有什么问题 还有什么问题 你要什么申请连迈 有谁要连迈 你可以上线 知道吧 回个信息 有什么问题的 大家可以提一提 草包听听网络课程 能有进步吗 是这样子的 兄弟 我说的是草包 并不是 真正的 你现在 你不愿意成 进步 草包是水师 他每天 他在那里 他玩 躺着 知道吧 他自己都放弃了自己 他想走捷径 这种大可不必 你自己想要改变 你自己愿意付出时间 付出精力 去学 去做 这种兄弟 不是草包 就是我们 可以允许你基础很差 比如说浪子 身高只有1米56 真的是在工地搬砖 一个月只有6000 但是他真的是想改变自己 他有梦想 那么我们可以接受你 这个 这个基础太差 比如说浪子 他初中文化 对不对 这种我可以接受 我愿意帮 因为王后 降向零友总乎 但是呢 另外一个兄弟 我还记得 之前超跑俱乐部的一个男生 条件很好 买了一辆911GT2RS 不是 Turbo S 911Turbo S 每天他就在那里吃喝玩乐 这个出去喝酒 就在那里跟我说 我今天应该开法拉利出来的 明明他就没有 像这种人 我就不愿意教他 知道吧 后面 他也就 最近也是消失于这个 城市了 不知道他在干嘛 你把你们的工资的一半 放在两性相传就好了 冷爱123 现在还是挺懂 事业单位月薪3000 身高1米65 这兄弟 我觉得你的这个 说句实话 其实 只要你放低自己的要求 你也可以脱单 很多时候 大家找女孩子 你不能光看自己的条件 你还要看一下 你要找什么样的 我告诉你 这个兄弟 事业单位月薪3000 身高1米65 你现在多大 有没有到40岁 你们那里有没有那种 离异带娃的 事业单位扫地的 阿妈 离异带娃 45岁左右 你找这种 肯定可以 是吧 但是如果你说 我要找我们这里的 这个 这个 我的女 女上司 貌美如花 身高1米7 对吧 那你这个大可不必 要拎得清 好吧 所以说呢 大家在这里 说这些东西 都是一些 说句实话 无敌放肆 你什么样的条件 OK的 但是你找的女生 是什么条件 成都刚毕业25月 外企月薪16000 等一下 成都刚毕业25 这个时间段 有问题 研究生 对不对 研究生外企月薪16000 你年龄略大 25岁 那还要看一下颜值 如果你颜值 跟我差不多的话 16000块钱 你外企月薪 你刚毕业 你可以找到的女生 不逊色于我 只要你来学习 我敢保证 但是如果你颜值极低 那这个就 还要有一些 其他的改正 懂我的意思吧 这个 嗯 在成都国企工作 月薪4000 要不要跳槽 这个我这里是个情感节目 不是说这个事业节目 好 我是不是不要把自己价值高女孩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看你自己 就是很多男孩呢 他是这样子的 他要去把一些综合条件 比自己好的 我说综合条件 比如说外在事业各方面 那么这个时候 他要做到什么呢 他可能在两人相处中 就要些许卑微 有这样女孩子 就是他不想找一个条件 自己比自己好的男生 他想找一个条件 自己差不多 或者是说 比他略低的 但是被捧成公主 是吧 就是能够容忍他捉 容忍他的公主脾气 他要当公主 这种他就不会来找我 有可能我和你比起来 我条件比你 综合条件比你好一万倍 但是他选择你 不选择我 为什么呢 因为你对他车接车送 你对他忍气吞声 你对他迁就百倍 他如果在我这里 在这里跟我说 直接就是一耳光彩脸上 让他回去 知道吧 所以说呢 要看人 好吧 我告诉大家 昨天我遇到的就是这样子的 一个女孩子 一进来吃饭 知道吧 我在这里点锅 我已经习惯了 我们出来吃饭 三个男孩子 四个男孩子 叫几个女孩子一起吃饭 我已经习惯了 什么东西都是我们来安排 为什么呢 很简单嘛 你安排你买单嘛 对不对 对不对 就很多人说 你这样子 好像是搞得来 男女好像不平等 是这样子的 谁买单谁安排 你放之四海 皆准的一个道理 对不对 你比如说你今天过生日 你想要吃什么麻辣的 不麻辣了 你随便选 毕竟你买单 我做陪而已 今天出来我们几个朋友 出来吃饭 叫上你 一起吃个饭 没让你买单 也没让你在这里 在那里干嘛 还跟你聊天 让你开心 让你快乐 我也没有说不照顾你 知道吧 他就一定要吃 微辣锅 我当时崩溃了 我一个月吃一次火锅 我肯定要把火锅留给我最爱的味道 我就要点特辣的 知道吧 这女的就不同意 你妈我第一次遇到这种 我们几个男的出来吃饭 把你叫过来 你在这里以后 以什么资格 以什么资格在这里 你有什么 你有什么选择权 我先问一下 这个又不是你家 我又不是你那些田狗 但是呢 你看一下 我们也是照顾女孩情绪 我给他点了一个鸳鸯锅 什么鸳鸯锅 一半特辣 一半微辣 牛不牛逼 这是我的智慧 知道吧 我也迁就了你 但是我从来不委屈自己 知道吧 我点个鸳鸯锅 一半特辣 一半微辣 来 你爱微辣 你吃这个 然后呢 后面说喝酒 然后我就说 这个都随意 我不想灌女人酒 因为我自己酒量就差 我知道 桑底一千 智商八百 我不爱 去灌女人酒 跟女生怎么样 我觉得非常low逼 只有傻逼 才会用这样的事情 一直灌来灌去 我不喜欢 于是呢 我就说随意 对面一个女生 就说 她今天不能喝酒 她还要去办事 我就开了个玩笑 我说没关系 我说你不喝酒都无所谓 你旁边闺蜜喝双份就行了 结果这个傻叉 看着我说了一句说 你觉得你说的很好笑吗 你觉得你自以为 你自以为你自以为很幽默吗 我在这里正常社交 开个玩笑 她说了过后我也没有说 我啥事都没说 我被她处了一顿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她要处 知道吧 好了 过后呢又来个男生 男生在抽电子烟 大家都知道电子烟是没有烟味的 这个女生一边醒鼻子 一边在这里给自己擦鼻子 一边说你能不能不要抽电子烟呢 我有鼻炎 你妈我哮喘坐旁边 我都没说你有鼻炎 我妈祖传的哮喘 我都没有说 我鼻炎有多严重 这个还是我开的局 之前在我们公司抽烟 被我闻到 被我抓住这一层抽烟 罚款3000 在这样情况下我都没有说 因为电子烟我觉得OK的 你在这里唧唧歪歪 我就当场发飙了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做 我说刚刚点歌 点这个吃这个锅就是这样子 我说这个今天不是你安排的局 我说今天是因为有我在这里 你才有资格坐在这里的 你有什么在这里提什么 我说这样子 要不你先走 是吧 结果他不走 是吧 赖在这里 然后朋友在劝我 是吧 你吃火锅还有女儿在一起 问这个问题 很简单 毛毛叫来的女生 是他表妹 他表妹又带了两个女娃 我都不认识 而且颜值也极低 就是吃火锅叫来的女孩子 不是说把妹局 知道吧 就我就没有想过 会是这种情况 那么后面呢 我就明白了个问题 明白道理所在 道理什么所在呢 就是因为这个不是把妹局 所以说呢 这个女生可能认为 我们就是朋友 所以说他觉得我们是那种田狗 就是他的那些男生朋友 都是田狗 都是要迁就他的 都是要以他的意志为转移的 但是放在我这 我操他妈 开玩笑 操吧 你搞不清状况 我只能说 后面他就不走 不走 那个毛毛就来 就来这个 就来当和事了 我就 说了一句 我就说 这个人他不知道我是干嘛的吗 跑来在这跟我这样说话 我小声说的 那女的听到他也没有反驳 然后呢 后面 这个女生又说我情商低 知道吧 我确实情商很低 我不像其他男人这么去跪舔 去照顾你的情绪 对不对 你要吃这个微麻锅 我没有听出来 我也没有懂得起 我要坚持吃特辣 我情商极低 对 你这样认为是OK的 我就说我说不好意思 我这个人呢 天生 情商就很低 说话 比较直接 希望你多多包涵 好吧 就这样子 就是昨天我遇到女娃 但是你想一下 你有没有想过 这种女娃 为什么 她要这样做 为什么 今天毛毛给我发信息 说你以后遇到这种事情 你不开枪 你不要说就行 对 所以说 就是因为我没有开枪 你也没有开枪 她也没有开枪 这个女人以为她是对的 她每次在桌的时候 在这里叽叽歪歪的时候 在场全部男人选择闭嘴 选择迁就她 所以说这女人认为她是对的 那我不行 知道吧 你来到这里 你在这里跟我搞这些 我要严厉的指出来 你单怕老子出了问题 于是她觉得我情商低 因为我没有迁就她 因为我不像其他的男人一样 在这里打这种圆场 因为对于我来说 很简单 我女人太多了 我圆不圆你的场 你给我滚蛋 知道吧 我身边这么多女孩子 我何必圆你这个场 这个是什么态度 但是可能很多男生 贪恋这个女生的颜值 贪恋这个女生的身材 这女生先穿了一件 这个很厚很厚的羽绒服 吵过架过后 她把衣服脱掉 我知道为什么很多男人愿意迁就她 因为也是很有料的一个女生 我目测一番 大概在F左右 ABCDEFG 但是干我屁事 你就是Z来了 都是这个情况 出去 很多男生就是贪恋 这些女人的颜值 贪恋别人的身材 缠别人身子 就被女人牵着鼻子走 但我不是不好意思 我就是这样子 这位兄弟说 感觉样子变得声音也是 以前看你叫什么浪 是我吗 不是 我叫小语学长 小语学长 知道吧 所以说呢 大家喜欢的可以关注一下 小语学长500 真的是 好好学学和女生相处 知道不要去纵容这些女人 知道吧 我相信这个女娃 她以后再也不会 轻易的在男人面前 这样捉了 就是她对男人有了敬畏之心 她知道有些男的 不是她这一套 她会变得更礼貌 变得更包容 那么这个社会会变得更和谐 好吧 不是大胖子 脸很瘦 脸很瘦 这个兄弟说 自己没有任何价值 怎么学习我的态度 是这样子 你得先学会 像我一样努力 像我一样对 像我一样对这个事情 真的是坚持 我告诉你 你可以对别人如此残酷的原因 是在于你对自己更残酷 懂我意思吧 经常有人说 你怎么对这些人这么残酷 对吧 你怎么这么直接 你怎么这么有态度 你怎么可以这么的去 不在乎别人的看法 因为很简单 因为我从来也没在乎过我的看法 哪怕我的看法不对 哪怕我的看法有问题 我对自己更残酷 知道吧 所以说呢 不要觉得我们有态度 是在这里好像很酷 抬上十年功 抬上一分钟 抬下十年功 为了成为如今有态度的男人 我付出了多少 我吃了多少的苦 吃了多少的亏 网上有多少黑历史 对不对 这些都是我所承担的 所以说呢 你想要成为人上人 你就一定要被人人财 吃的苦中苦 翻为人上人 我为了今天对这个女人 有这么有态度 我被多少女人拒绝过 我之前十年之前 像一只狗一样 在春夕路去搭讪 被女人所嫌弃 就看我的眼神 宛若一只流浪狗 我有说什么吗 如今十年过后 我懂了这些女人的心 我了解女人的任何一个想法 所以说我有很多女孩子喜欢 所以说我不惧怕 你这个女生在这里 跟我叽叽歪歪 我有了态度 但是十年前 有谁去他妈的想过 这一个男的像一只狗一样 在春夕路旁边搭讪 有谁 有谁正眼看过这一只狗 有谁怜悯过这一只狗 有谁同情过他 没有人 所以说兄弟们 你一定要站起来 真正的你成功过后 人们才会关注到你 才会关心你 才会在意你 不然你啥都没有 好吧 这个兄弟说 你现在有点丑女了 其实没有 女生还是很好的 是很不错的 我就想知道我咋减肥的 就是健身 对自己很狠 对吧 四个月 卧在床上打滚 一天 就我给大家讲个故事 好吧 我是如何减肥的故事 但是你先 先架下小一转500 我杀个尿 等我一番 我杀个尿 我喝太多水了 一瓶水已经喝完了 我去杀个尿 好了 来了 这个问我说 怎么没人 上洗油间去了 好了 我现在180斤 我没有180斤 我现在140斤左右 140斤左右 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提一提 关于情感上的 我们都可以提 因为今天呢 其实我是想要告诉大家 明白个道理 就是现在呢 现在所有的这些网上的节目啊 都要让男人做舔狗 对女生好 我觉得对女生好 是OK的 知道吧 就是我从来没有说过 不对女人好 很多人他为什么喷我呢 因为他觉得什么呢 觉得我好像把男人叫坏了 不要对女生好 错了 我要的永远都是要对女生好 但是不能一味的对女生好 没有底线的对女生好 知道吧 还有一些 你要分辨哪些女生是你值得对她好 这个事业上 为什么有这么多渣男 我告诉大家 知道吧 就肯定是当他的 当他付出真心 他没有得到真心的时候 他就不愿意再付出真心了 于是他变成了渣男 所以说呢 很多时候 兄弟们 我告诉你们一个道理 我们一定要让这些好男人学会 让他付出真心 都可以得到真心 这个事业上就没人用套路去撩妹子了 但是现在最大的情况 就是很多人 他方法不对 他确实是付出真心 但是他方法不对 他付出真心 天天跟女生发信息 天天对女生好 天天转账 买东西 却被当成一个备胎 却被玩弄于鼓掌之间 那么这些人他就不愿意了 对吧 再加上如果他还有点条件 无论是长得帅还是有钱 他二选一 他很容易就变得来 就变成什么呢 游戏爱情 变成了所谓的渣男 对吧 有些人他是用正常手段 他没有办法得到女生的爱 他才能用 他才用骗 我举个例子 你有看过 中国服务不是前一百的人 去抢银行的吗 你如果但凡去过看守所 你会发现真正的犯罪之人 他是没有文化 也生活条件极差的 百分之七八 八十百分之九十都是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没有办法 自己努力工作 去赚钱 去过得好的生活 他才去偷去抢 所以说呢 这个社会 你让渣男渣女 特别是渣男变少 最主要只有一个手段 就是教会他如何去爱 你越是不教他 他只能自己摸索 你没有人给他引导一个正确的路 他肯定就会走偏 知道吧 有些人呢 他把走偏当成一种本事 所以说呢 这个世界上应该鼓励的是像我这样子的 教你真正走正道的情感导师 又真的是经验来自于生活 来自于经历 而不是一些键盘 为了恰饭在这里写剧本 你看我直播 兄弟们 从来都是侃侃而谈 有兄弟问我说 小野学长 你做直播 你需要准备什么 今天主题 你需要准备吗 需要打副稿吗 需不需要一些稿子 台词 不需要 张口就来 我经常看到一些人 他说你的直播 为什么人这么少 对吧 他在这里 给他侃侃而谈 要做什么稿子 要提前准备 我都觉得扯淡 我随时一来 像我现在都已经被封成这个样子了 我们直播 260人 我只有3万粉丝 你去看一下快手里面 10多20万的这些人做直播 他来多少人 他来83人 我这样举个例子 有一个同行 美慧老师 现在20万粉丝 他做直播 同时在线60个人 知道吧 我之前 20万粉丝的时候做直播 同时在线多少人 1300人 就是问题所在 知道吧 这兄弟说 鼻孔三角形又说明什么 鼻孔三角形又说明什么 鼻孔三角形又假鼻子来了 知道吧 为什么我买手机 买衣服 买菜都在选 而你们总是一个女生 看了女生 就导致我怎么 怎么一定对 有什么问题 为什么每次快乐过后回家都很失落 因为是 你的快乐是为了释放 我这样跟你说 释放 比如说什么 喝酒 你释放了情绪 你很快乐 回到家中 你看了一下 你的钱包 你再想了一下 喝的那一肚子酒 你觉得很失落 对吧 那么我告诉你 真正的快乐是什么 真正的快乐是你要找到一个梦想 找到一个目标 去为之奋斗 为之努力 结果不重要 过程 才是真正的快乐 比如说 我想告诉大家 2020年 我有一件 真的快乐之事 让我觉得 就算这一年 我被干得来体悟完肤 这一年 我被各路人马 随意见他 对吧 我的脸经常被这些 我的同行们 或者是说这些自媒体的 这些网红们 把我的脸又甩出来了 知道吧 就那天我看到 某很大公众号 把我的这个 2014年去参加节目的 这个脸也给我甩出来了 没给我打码 知道吧 无所谓 我这么痛苦 这么难受 而且呢 我出去撩妹也没人知道 知道 也没人知道我的价值 反而知道我的黑料 前两天认识个女生很不错 她说她从英国留学回来 知道 然后呢 去喝酒 就对面两个男孩子 就看着我就在这里 窃窃私语 过一会儿就过来跟我喝酒玩游戏 对吧 一直强调说 15年就认识你了 对吧 还要说你曾经又怎么样 聊得很好 女生第二天就不联系我了 对吧 告诉女孩子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怎么样 黑历史说一套 我无所谓 在今年 我的快乐是什么 我在卡林车 年度总决赛 四川省 省赛 冠军 就是快乐 知道了 你无所谓 你踩我 干我 我贫穷 我没有女人喜欢 无所谓 你颠覆我 对这个 这个事业的看法和认知 无所谓 但是 我今天做了一件新的事情 在新的行业 我从头开始 我拿了冠军 我很知足 我很满意 我很快乐 这是持续了很长时间的 林子豪 懂不懂 当你真正的有你的梦想 有你真正想做的事情 去为之奋斗 为之努力 你达到了 你的目标的时候 这种快乐 无语言表 无语言表 这个 我在YouTube上面 我又要做新节目了 我就告诉大家 知道吧 我要做真正的 想说的话 不在这里沉默寡言 不在这里 为了这些规则 而去搞一些花里胡哨 这位兄弟说 我的希腊笔 整容省4万块 没有 这个是我还是要去弄一弄 我准备 不知道弄哪里 还是得要求一番 对吧 我去感受一下整容闷的快乐 知道吧 我在5年前 我感受到了富二代的快乐 成都的最顶级的富二代 除了王猛冲这种 就高攀不起 一般的富二代 他们的快乐 他们的物质 他们的生活 我全部经历了一遍 他买的车 我也买得起 他开的卡 他开的卡 我就开他旁边 知道吧 他全世界旅游 我也去 这些成都四川 顶级富二代的生活 我在5年前 感受了一遍 他们的快乐 我太明白 现在 明年2021年 我要去感受一番 整容闷的快乐 我准备花20万 去他妈的换一张脸 变帅 知道吧 我就要看一下 长得帅 像张紫阳如此之帅 到底有什么快乐 就是我的最后的倔强 好吧 就为了这个情感行业 我就去当一个什么的 试刀石 以我的肋骨 来给你们来试一试 好不好 整容后遗症怎么办 这个是什么工伤事故 知道吧 工伤事故 就安排一番 还有什么问题 一个女生会跟我现实聊天 但是不肯加微信 那你是怎么认识她的 知道吧 之前又说女生不喜欢帅哥 现在要去整容 变来变去 我什么时候说过 女生不喜欢帅哥 我什么时候 知道吧 这位兄弟说 别整容 到时候大家都不认识 如果大家能够他妈不认识我 简直我太开心了 但是说句实话 很难 你可能不认识这张脸 但是这个声音 你他妈出来 你可能化成灰都认识 我又这样告诉你吗 我这个声音的辨识度太高了 就基本上不用看我这样的脸 你随便你走到路上 你听到我这个声音 你马上就知道我是谁 知道吧 在整个声带就扎可不必 这个吴亦凡凡哥下巴是垫的吗 我不知道 好 这个我的脸现在容易被屏蔽 对是一个意思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打收敛证有没有负责 我不知道 他是超市的收音员 现实聊天 微信同意没加 懂了 你大可不必觉得 他跟你聊天是愿意聊 他是在工作 他又走不开 他如果能够离去 他再也可 所以你看兄弟们 你们的这个情商有多低 女人不愿意加你微信 你却觉得他在现实中 能够跟你聊天 什么意思 他可能跟你聊天是礼貌 因为他觉得当着面 他不好意思 所以说这个就是很多人 他不够强大 他不像我就直接说 面对这种捉虑 直接就开骂了 就滚出去 这女生他不敢 他内心想的是你给我滚 但他表面上还要面对微笑 因为他在工作 他是一个收音员 他怕你在这里 在他店里大吼大叫 他老板开除他 所以说你在这里 现实中他在工作 你跟他聊天 他肯定要跟你聊两句 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办 他不像我这么有态度 但是别人不加微信 就已经很明白了 告诉你了 你是个二傻子 赶紧滚蛋 你却跑来这里问我 你完全搞不动情况 兄弟 就像很多兄弟 他跟女孩子去聊天 一天到那里聊个 五句八句十句 女生就说 好的 还不错 挺好的 他觉得女生愿意跟他聊 然后跑来问我说 为什么邀约他不出来 你妈废话 你发十句 他会两个字 你觉得他是可以聊 兄弟 你们是不是老子 这个就叫自立因子 就是这个叫做头部 叫老花儿 知道吧 你必须得带这个东西 出去跟女孩子聊天 好吧 就是因为我的脸普通 才觉得我靠谱 是啊 这个大可不必 我现在这么帅 你居然说我脸普通 笑死我 所以说兄弟们 女同事回家 同路要不要每天叫他一起回 就大家呢 我觉得你们问的一些问题 其实呢 跟这种撩妹 他没有任何问题的 就女同事回家 同路要不要叫他一起 你就可以选择 你想叫就叫 他不愿意再想其他办法 对不对 就你问的这个问题 没有好坏 你可以不叫 也可以叫 关键在于你自己想不想做 你如果做任何事情 你都瞻前顾后 不顺应自己的内心想法 你活着有什么意思 你拉个屎 你在那里蹲半天 你说我是蹲A坑 还是蹲B坑 最后被屎憋死 因为你 因为小语学长没告诉你 你应该在A坑拉屎 还是在B坑拉屎 但是在A坑拉屎 和在B坑拉屎 都无伤大雅 你知道吧 最关键的是把屎拉出来 而不是在哪里拉 你憋急了 直接拉裤子你也可以 知道吧 总比被屎憋死好 所以你对女生 这句话怎么回 或怎么样 不重要 你最重要的是 你先跟她聊天 先给她邀约出来 知道吧 这个程度烤老花 二十一份有点坑 大年 有没有去吃过 这个 八千块钱一份的 这个 这个鸭子呢 还没有乐山甜皮 还好吃 我会说 花老子八千块 那有什么办法呢 人总要他妈的被坑的 对不对 我告诉你 我2017年 去了当 这个 法国Paris 听说她有一家血压 味道非常好 我就去了 当时还和那个时候的 这个女朋友去的 两个人吃了我八千块钱 人民币 当时是1200欧 还是1400欧 我忘了 1400欧 应该是 当时的汇率是七点几 没有甜皮 还好吃 当时 当场崩溃 是吧 这个又吃过我前女友火锅店 那怎么搞 预约挂号方式 我先挂个号 网上预约32 OK的 这个 有问题说 住何住房 带女生回家好吗 我觉得你不要问我 因为我又不是 你要带去的女孩子 我只能说 万事皆有可能 我就这样跟你说吧 兄弟 我就跟你说个真实故事 之前 2014年的时候 不用说何住房了 当时是睡的是上下铺 学员来睡上下铺 三四个男子 睡在一起 我们都有一些 朋友 把女孩子带到上下铺来 不取决于你 房子好不好 取决于你 女生愿不愿意 当然来了过后 你不能在这里 当众就开始 做一些 这个 低三下气之事 对不对 等没人的时候 你们爱怎么亲亲我我 都没有太大问题 但是女人愿意来 就说明问题 知道吧 我再给大家讲个故事 我们有个导师浪子 在这个工地打工 他住在什么呢 住在这个 就是这种 修 修这个 楼房的那种 临时房 临时的安全房 一个房子里面 就一张床 地上全都是垃圾 外卖什么的 纸啊 这些 也有女生愿意 跟他 在一起 对不对 就关键在于什么呢 你人 OK 但是呢 话要说回来 我 住的房子 现在 还不错 对吧 属于是在成都算是 比较好的 楼盘 装修也没有问题 啊 毕竟是有钱的时候买的 也有女生去到我家 然后选择 她不愿意再来了 对不对 我这么好的一个环境 女生来到家中 地暖打开 很温暖 对吧 却待会儿想要离去 也有 所以说呢 千万不要觉得 物资啊 这些东西 只是女人的 考虑的一个要素 不是所有要素 好吧 这个兄弟说 说什么幽默 前后语言强反差 让人听了不合常理 谁 你在说谁 说幽默 OK 我会花500去 搭讪20个 把我删了 一起录视频的 是不是我女朋友 我也想说一下兄弟 一起跟我录视频的 我一个星期要换两个 如果是我女朋友的话 我早就出问题了 好吧 并不是我女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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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这个 好了 这个不要在这里说什么 我女朋友太多 出问题啊 你千万别让别让搞 加一个联系方式啊 兄弟们 小宇学长500 学会如何和女孩子相处 好吧 教授 你说保底地图还有吗 保底地图可能大可不必啊 我出道十年 我从来没有拍过任何保底地图啊 保底地图是什么鬼 张实书说我很自卑 没有自信 容易改变吗 我觉得世上没有容易二字 关键是看你愿不愿意 花时间 花心思 付出 你只要 愿意 那世界上就没有难吃 你天天就躺着 天天在这里 期待天上掉馅饼 任何事情都很难 知道吧 现在2021年的1月1日 也就是20天过后 我将七天元旦融成 七天我 七天小宇 全程参与 20 2021年元旦融成 七天小宇要参与 加一下 小宇上500 好吧 让你感受一下 这种最新的知识 好吧 我并没有长胖 并没有长胖 不要在这里 想要来说我 深圳的话是 罗宾老师 罗宾老师 每次出去都是女生叫我 但每次都是我付钱 女生叫你 什么原因 你不知道吗 知道吧 为什么 每次都没有女生叫我 女生太无聊也不会叫我 我也不知道 但是呢 女生叫你 你去付钱 也是OK的 如果你觉得不OK 你下次他叫你 你就不出去即可 好吧 还有就是女生叫你出去 你能不能有点主戒 比如他去吃日料 点开一看 人均消费800 人均哦 客单价800 你能不能说一句 你海鲜过敏 对不对 你想吃火锅 对吧 他点微辣 你能不能坚持 特辣 所以说呢 如果女孩子约你出去 但出去过后 做的都是你想做之事 那你付钱也无所谓 但是女人叫你出去 做的都是你不想 他想做的事 你还要付钱 你就是二逼自然 懂我意思吧 你可以选择下一次就不出去了 我们吃一切长一智 对吧 不要在同样一个地方摔倒 上次他出去坑了你一波 这次打电话 叫你出去 你还去 只能说你老子出了几大问题 而不能在这里 说他有没有问题 你也有问题 郑兄弟说 有一个女生说 他自己从来不干嘛 那OK的 那还有女生 他读农业大学 在网上写日记呢 对不对 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女生都有 千万不要觉得 学会包容 对不对 对吧 对不对 对不对 在来